嗨,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VX技术课程 那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 这个 行间过滤器 那行间过滤器在我们这个实际工作中 用处非常多,也非常广泛 主要很好用 这个场景很广泛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来给大家讲 我们这节课你们最后一种过滤器 也是我自认为 它是一个最猛烈的一种过滤器 叫做直过滤器 为什么说它很猛烈呢 你想看我们之前说的这种什么 基于单个列 单个列直过滤器 它是指定了一个family 是吧 还指定一个列 然后再指定这个直 怎么去比较 那么这个value filter这过滤器呢 非常猛烈 它什么都不要指定 它只要指定 第一个 比较关系 你是大于等于小于 还是大于等于等等 第二个 这个比较器是什么 就可以 就可以开始干活了 不管你这个值是什么 是哪个列的 是哪个列足的 它都不管 它就直接开始去过滤了 那么这个是太猛烈了 那我们看看它到底有个什么用法 我们再写一个 我们把这一转啊 再拷备下来 我们把这个你要怎么去比较啊 比较器是什么 我们先用这个 Binary 这个比较器吧 我们把这下面都可以 都可以给它 那我们去比较取什么值呢 比方说我们去找里面这个值位 值位 21的 这个21 不管它是哪个列足 还是哪个列下面的值 只要它是21 我就把它找出来 我们来验证一下 验证一下 它到底有多猛烈 它这个Raw case44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44 44下面有这几个 A级21到24 是吧 A级21到24 A级21 22 23 24 那说明这个是对的 对吧 那同理 我们这里面可以切换成任意 任一种组合 你可以去大于21 你可以大于21 是吧 你可以大于21 你会有很多种组合方式去 让你去运行 那么我们说了很多种过滤器 那么大家想想看 这过滤器 它到底怎么去运行 到底怎么运行 那我们这边简单换张图 这是我们的组合方式去运行 这是我们的region server 是吧 region server 这是我们的client端 这是我们client端 这是我们client端 那么之前我们查数据是不是我这边去查发生个请求 然后region server 查完过后呢 它后面还有个region 我们减速减化了 查完过后它是不是把这个数据就传给我client端了 给我一拿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给它加了一个过滤器 这里传之前呢 你过滤一下 那大家想想看 这是我们这个一个网络 这是我们的网络 那么大家想想看 如果说我这边数据 就直轮桶的传下来过后 那么对这网络是不是有一定压力 如果说你数据量非常大 或者变化量非常多的时候 但是这个里面数据呢 我有部分并不是我所需要 对吧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服务端就给它过滤掉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采用过滤器 那也就是说 过滤器 它的结果只是把我这边正常输出的这个值 进行过滤了 进行过滤了 也就是说 我在里面之前 scaner里面 我输入任何值 在用过滤器之前 它还是有的 只不过通过这个过滤器 把我们这个数据给过滤掉 给过滤掉了 那么这个过滤器它到底怎么去运行的呢 那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圆满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圆满 我们与这个 我们与这个 这个为例 这个为例 简单一点 我们点进去 这是构造函数 传畅 那么这个呢 这是我们到以后 在学高级课程的时候呢 我们会讲到这个自定义 这个过滤器 然后会讲到 但是这里面呢 我们直接去看这个 这个 所有的值传进来过滤呢 一个cell进来过滤呢 会去调用这个方法来判断过不过滤 判断这个方法来过不过滤 那么第一次是什么 是 我们看这个值 他说如果说你这个是一个什么 next row的话 他会调用这个什么 这个方法会不会调用一下 这个方法会调用一下 这个不太好 不太好说明这个 我们他的值 叫这里面 对不对 他只不过是把这里面的这个值 Compare 你们这个值 这个data 我们看了 我们再点进去看 他只不过是 用把这个data和我这个值去做一个比较 和我传的值做一个比较 如果说这个符合条件 那就保留 不符合条件 他就被过滤掉 那么这个都是我们传进来的值 对吧 那这个呢 这个仍然是我们传进来的值 我们走去看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和这个方法 这这里面具体去过滤 那我们以后写值定义过滤 70功能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你想定义什么方法 就定义什么方法 那么这里面 我们简单说一下 这个方法 那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过渡函数 大家都懂 对吧 这是我具体的值行过滤 这里一样 值行具体值行过滤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这个客户端 它这里有过滤器 是不是 我在里面设置参数 我是不是得告诉 告诉服务器端呢 那告诉服务器端 我之间中间 总得有个通信协议吧 那么通过这个 tobyte array 这个方法 把我们这个参数 转成 把我们参数 转成pb格式数据 传到服务器端 这个在客户端就执行 那么你转到客户端 转到服务器端过后呢 服务器端是不是得解析呢 那么就这个方法 它解析这个 我们这个 序列化的值过后呢 反序列化为对象 那它进行解析 解析购物质呢 它构造为构造成一个 这么一个对象 这么一个过滤器 开始执行数据过滤 开始执行数据过滤 那么整个一个过滤器的后端呢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在我们后续课程里面呢 会讲到 但是对于大家来看呢 重点还是去了解一下 这个方法 和这个方法 其实方法里面并不难 并不难 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 我们去看一个 我们这个 子串 Substream过滤器 比较细 它里面方法其实很简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 非常简单 它Compare To 是比什么呢 它把我们的Value 转成这个字符串 然后呢 用containers 那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平时用的 这么自出 这不算比较吗 对吧 只不过它里面是 提供了这么一种 比较的方式 当然你可以 你也可以自定义 这种比较器 都可以 所以说HBase呢 它做得很灵活 很灵活 很多东西 你只要去模仿它 都可以去写 都可以写 好 那么这堂课呢 我们把所有的过滤器呢 都已经讲完了 讲完了 也讲了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怎么去传数据 水平化数据 那么这个呢 只是 领大家入门 重要的 还是大家自己多写一些 多想一想 多组合一下 在里面的这种组合关系 好的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 大家课后呢 多加练习 多加练习 把我们这里面的过滤器 每种都自己去想一想 组合关系 多写一些 这样的话 大家就能理解得更深刻 好 那么这几个先这样 对吗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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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